以前我传福音就是向人证实神是活的圣经的权威 大家要理解 我说这种证明上一节我都解答了 但是不是不需要去解释 为什么 这种解释这种论证 虽然不能够有效的使他悔改和相信 但是却可以清楚于完人 盲目的愚昧的对基督教的批判 当他觉得基督教不合理的时候 那我们如何去维护基督教的信仰 去给他解释 清除他拦阻他相信过程当中一些扮他脚的石头而已 你清除了以后他会不会信呢 不一定 因为信需要神的恩典 不是靠着他想明白了 OK我信吧 但是传道当中去向他阐明基督教的合理性 可信性去辩证这个也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不要只是用我们这种像保罗说 我宁可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基督并他定石头架 难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只传耶稣和石头架吗 不是 他也护教 也去引导 然后用一些文化当中的思想 把他们带 批判他们文化当中错误 然后把他带到基督教思想里面 也做 但是针对格林多教会这些骄傲的 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他说我宁可用最愚蠢的 你们认为愚蠢的道理来跟你们讲 没有用高原大致 免得你们自以为聪明 好像信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 所以这是特殊情况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种呼叫作为圣灵呼召人的一个工具 如果单凭逻辑论证 是不足够使人悔改的 我们也不会假设一个人想明白了 他自己就会主动向神迈一步 然后我愿信 除非圣灵在他里面做有效的护照 哦